随着社会的发展,许多女性的工作能力和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了,相应的,她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,对生命的意义也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,变得越来越独立。 她们极力挣脱传统的束缚,不想因为结婚而结婚,不想为了生娃而生娃,她们在寻找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,不接受任何的背道而驰,这可能就是女性理想生活的发展趋势。 好好生活中的钱嘉一,是一个有着不婚不育思想的女性,她有较强的工作能力,有自己自足的生活能力,平时有三无好友小聚,喝喝酒聊聊天,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。 虽然早已过了试婚年龄,但结不结婚对于她来说还真不是那么刻不容缓的事情。 当然了,她不是没人追,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,她拒绝了上司的求婚就是最好的证明, 因为她拒绝盛气凌人,拒绝一切让自己感到不适的婚姻。 但因为工作的关系,她选择了和林月达闪婚,林月达高大干净,还算符合她洁癖和强迫症的要求。 她也看得出来,林月达是真的喜欢她,所以她做出了适当的妥协,决定尝试一下婚姻。 反正合则来不合则散,但她只接受二人世界的生活,不遇的想法依然坚持。 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轨迹,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子。 婚后,林月达很希望和钱嘉一有自己的孩子,在这一点上,她的想法与钱嘉一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 其实,人与人之间有矛盾很正常,夫妻之间更是如此,但是两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保持一致,不然的话就会渐行渐远。 钱嘉一单纯地想尝试一下婚姻,她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会让生活更美好,那就没有抗拒的必要,但是没想到,缺乏了解的两个人在一起问题会这么大。 林月达很喜欢钱嘉一没错,她暗恋了她很多年,能娶到心中的女神也让林月达非常高兴,婚后她对钱嘉一很照顾,对她的话也是言听计从。 可是,林月达虽然看上去相对弱势,钱嘉一相对强势,但事实上她的心思很重,她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不惜以改变钱嘉一为代价。 钱嘉一有洁癖和强迫症,不习惯让陌生人来家里住这一点可以理解,但林月达大表姐来了,钱嘉一多次提出让他们住酒店,林月达始终没有妥协,这让钱嘉一觉得很隔应。 好在这样的事虽然只是插曲,不常发生,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问题,那就是林月达家人对传宗接待的态度,还有林月达处理问题的态度,那就是她始终没有尊重钱嘉一的生活习惯。 而是一直从中周旋让大表姐住着,直到她离开。 大表姐的事,钱嘉一心里虽有不满,但是也没有太放在心上,让她彻底失望的,是林月达不停地以自己的意识为中心给她洗脑,让她接受回家生孩子,做家庭主妇的做法,直到林月达将避孕药换成叶酸,钱嘉一才彻底爆发。 钱嘉一本来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了,不然她不会有不婚不育的生活态度,没想到林月达也是一个隐藏的思想强者,她明知道钱嘉一不想要孩子,以工作为重,她却妄图改变她,想让她生孩子,辞掉工作在家做贤妻良母,为达到此目的,她简直不择手段。 林月达的想法和做法已经让钱嘉一感觉到严重不适了,一段婚姻如果有这么大的分歧,只能说明两个人不合适,再在一起只能是互相伤害。 其实林月达想要孩子也没错,她错的是不该把这个想法强加在钱嘉一身上,她大可以去找一个愿意为她生孩子做家庭主妇的女人,想通过改变钱嘉一而达到自己的目的,是自私的。 钱嘉一和林月达的矛盾起因,的确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,但事实上他们矛盾的根源是价值观,他们不是一路人。 离婚以后,钱嘉一觉得如释重负,林月达却还是不愿放弃。 后来,钱嘉一发现自己怀孕了,林月达喜出望外,希望钱嘉一跟她复婚,但是钱嘉一非常坚持地拒绝了她,并且告诉她,孩子她也不想要。 看吧,一个试图以老公的身份去改变女人,甚至还打算用孩子的存在去改变女人的林月达,不是钱嘉一的菜。 想改变别人,还是省省吧,要改变还是改变自己吧,这才是真爱。 钱嘉一本来就对林月达没有爱情,这么一折腾,她更不会和她复合了。 但在听到肚子里孩子的心跳声时,钱嘉一做出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生下孩子,做一个单亲妈妈,因为如果现在不生,以她的身体状况,她可能以后都做不了母亲了。 钱嘉一的决定说明,女人的生活中不一定非要有男人,但孩子的存在还是能体现女人完整性的。 换句话说就是,不要孩子是遗憾,但放弃不合适的男人一定不是遗憾。 男人和孩子是可以分开看待的,不一定必须是捆绑的关系,单亲家庭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孩子,价值观不一样的夫妻也可能会毁掉孩子。 孩子必须要,至于男人,还是要找个适合自己的,不要勉强,找不到就单着,幸福或许就在不远处。